欢迎收看十点不一样 我是谭一伦 来关注新宇航空班机大乱 张国伟喊出要全额退款 但旅客说怎么赔都没讲 一桌接一桌推 整个桌子一个个小袋子统统摆出来 旅客一出关 机组人员火速发放 乘客一人拿一份 大家手里拿的就是这次 新宇航空日本航班掩误 造成302人留宿成田机场 新宇航空发放致歉礼 一盒凤梨酥也附上延误证明 他是用广播口头说全额退款 但他并没有详细的跟我们说 到底是怎样退款 旅客说还不太清楚 董事长张国伟说的退款要怎么退 目前只留下姓名电话 尚未收到信件通知 全额退款是应该的 因为他造成乘客这样不便的体验 因为我小孩就是在这边 然后就承受这些 虽然他还不懂 但他也是饿肚子 航班严重延误 新宇要止血 张国伟喊出来回机票全额退 换算下来 恐怕让新宇损失600万 连带的似乎也影响新宇周一股价 一早遇上乱流 开盘31.5元 截至上午10点半 最低来到30.9元 盘中跌幅超过3% 不过随后跌幅收敛 张国伟说机票全额退 是航空业界首创 也有达人举例国外早在去年底 西南航空因为暴风雪 全国班机崩盘 受影响乘客200万人 西南航空每人退费以外 还有额外补偿 损失可能高达10亿美元 有赔餐券 有赔住宿 然后有安排搭其他的航空 抱怨是不会那么多 也不需要赔到全核 旅游达人说 要是有妥善的赔偿住宿 和致歉礼 不至于以后出现类似状况 都得退机票费 只是在机上被关了好几小时 旅客心情大打折扣 全额退款 也只是稍稍 娇喜怒火 新雨开航以来的最大危机 盘点缺失发现 除了飞机只有三架 太少之外 机组员人力也不够 旅游开航以来最大危机 302人滞留机场 碎碎带打地铺 起因成田怪风 让一般次延误 但却演变航班大乱 JX800玩到7小时 让要用同一架飞机 回程的JX801跟着Delay 最后并搬到JX803 但这架飞机又发生 指示灯显示异常 乘客困机上 但明知有宵禁 不能飞 却不早让人下机住宿 机组员超时 紧急从台北安排两名机师 搭机赶往东京 执行后续返台飞航任务 但乘客也因此 在飞机上等换班 乘客也不满 一开始地勤没解释原因 连水或食物都没提供 告知随时可能飞 大家不敢去觅食 睡机场后还得自己买早餐 加上当地没签约空除 出状况无法在外站供应餐盒 新宇刚开航北美 但大型飞机只有三架 要飞新加坡 东京跟洛杉矶 只要一有言误 就会全部大乱 另外张国伟 大连航飞成田 说自己整夜没睡 向乘客致歉还开空机返台 但被指引有飞安疑虑 以日本线来讲 是不能超过14小时 然后在他飞机之前 也要有充分的休息 我想是不是有违反这个规定 就民航局 他们来做一些调查 有航空民担心 接下来台风季将至 加上暑假出国忘记 各家航班客满盐物都是常态 新宇面临机队 看机组员都没这么充足的情况 未来恐怕会有不小挑战 当天有些团客是先转座 华航回到台湾 但人回来了 行李却还留在东京 有人的钥匙放在行李箱里 也进不了家门 有旅客就在社团分享 自己是被遗忘的一群 当天在后机市等了5个小时 没水没食物 后来转搭当天晚上的华航回台湾 午餐晚餐没吃 机上也没工餐 到了台湾已经晚上9点半 没想到行李还在东京 没跟着回来 询问地勤只说把行李寄送资料填好 但有些团员家里钥匙放在行李 不知道何时才会送来 已经在日本已经先入关了 所以行李可能已经先上原本的飞机了 如果你这时候要把行李全部再退出来的话 那就全部人都在退关 也是从挂行李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新宇解释主要原因是迁转不会退行李 而相对的JX801和803旅客 则是行李会比人先到逃机 就有乘客透露 在7号晚间11点多收到行李 或是8号下午行李终于回家 要是碰上天气没机会等不可抗因素 红公司会立刻通知旅行社 旅行社也会马上协助旅客迁转 我们也实际询问到 当天受影响的旅行社 以他们来说 当天有一团约20人 等三四小时后协助旅客迁转 晚上顺利回台 新闻航班延误 乘客影响层面大 三个团客一样辛苦都很无奈 地北新闻杨吉尔卓卉贤台报道 乌尔琴是要持续带您关注 激战10个月的乌东巴赫姆特 双方是互不相让 乌克兰最新也表示 俄军在巴赫姆特战役之中 阵亡人数已经破10万人了 那原本一直呛杀 要撤出巴赫姆特的 瓦格纳佣兵首脑普里格金 在7号这天又说不撤军了 马路旁挖个洞 架炮弹 巴赫姆特城镇战这样打 坦克穿梭 美国几秒就有爆炸声 这是乌军第93机械旅最新战斗画面 到现在巴赫姆特还在火力拼斗 俄罗斯号称有新进展 但离完全控制巴赫姆特 到底有多远 来自上级的时间压力 因此乌克兰发现 俄军又在集结 为了多巴赫姆特无所不用其机 连林弹都用上 爆炸火光天女散花 只是俄军光自己人就搞不定 上星期大骂俄罗斯国防部不给弹药 瓦格纳领导人扬言撤退 交给车臣部队接手 结果短短48小时 瓦格纳态度大转弯 原来是国防部来摸头 两天前喊撤 现在似乎又不走了 瓦格纳一边称赞 有末日将军称号 去年底短暂带领俄军公屋的 苏洛维京 一边有大骂俄罗斯国防部长 肖伊古和参谋长 吉拉西莫夫 同时传出俄罗斯副防长 米兹因赛夫遭到撤换后 马上加入瓦格纳 恐怕难一窥 俄罗斯内部挺不挺瓦格纳 派系分裂多严重 而俄罗斯国内也很不宾敬 而俄罗斯国内也很不宾敬 车子变形翻覆 地上炸出大洞 机制炸弹攻击 导致反乌民族主义作家 普里平受伤 俄罗斯倒是很快宣布破案 俄罗斯公布影片里 这位嫌犯号称自己是乌克兰特务 是不是真的无法证实 微妙的是 乌克兰这次并没有承认 也没否认涉入 TVS新闻众号报导 普里格金之前 喊要撤出巴赫姆特使 指定说要由车臣接手 每一个举动都在羞辱 俄罗斯的正规军 专家认为普里格金很厉害 但却是出了一个血招 他的盘算是什么呢 更多的分析 要交给资深记者张允熙 好 乌尔之战 最近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瓦格纳集团 到底会不会撤出巴赫姆特 整件事情的发展 先跟大家说 在4月29号的时候 瓦格纳集团就指控说 俄罗斯只给他们 需要弹药的10%到15% 说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 他说他考虑要撤出巴赫姆特 还说5月15号的时候 乌克兰就会开始春季大反攻 此话一说 俄罗斯在隔天 4月30号的时候就做出回应 他们选择撤换后勤的最高将领 不过瓦格纳集团的创办人 普里格金 他还是持续的放话 他在5月5号的时候就说 他一定会撤巴赫姆特 时间都压好了 就落在5月10号 隔天他还说 他要求俄罗斯要调派车程的部队 来守巴赫姆特 取代瓦格纳的位置 而最新的发展是5月7号的时候 普里格金他是突然改口 他说俄罗斯同意给他们军援 因此他们不撤兵了 这一出戏到头来结果还是一样的 还是由瓦格纳来守巴赫姆特 但为什么要演这出戏呢 外界认为现在就是瓦格纳跟车程部队两方面 一起联手来羞辱俄罗斯跟俄罗斯国防部了 原因就是因为要凸显正规军的无能 另外也是为车程部队来制造机会 主要还是瓦格纳的策略就是 如果俄罗斯同意的话 他们获得军援 但同时他也行诉了舆论的压力 说俄罗斯给的帮助很少 另外如果俄罗斯不同意的时候 尽管车程来接手 瓦格纳还是可以说他前面也出了力不少 因此外界认为瓦格纳他们的做法就是让俄罗斯骑虎南下 双方的关系恐怕是越来越恶化了 乌克兰空军宣称 他们在六号时以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 在首都基辅上空 击落了一枚俄罗斯的匕首极英素飞弹 这也让乌军为之振奋 因为过去普清相当自豪匕首极英素飞弹 还曾对外宣称是有如刀枪不入 不过这回却被拦截了 乌军就说就像是甩了俄罗斯一巴掌 一年一度的胜利日大阅兵又要登场 俄罗斯故技重施 享用特殊节日激发爱国心 最终彩排中出现白洋M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T34坦克等各式装甲车 道路两旁民众驻足为官都说支持大阅兵 就得是这之前才发生无人机夜袭 克里木林宫 就连普清赞不绝口的匕首极英素弹都传出遭乌克兰以爱国者防空系统成功拦截 比手极英素弹射程号称超过2000公里速度达10马赫 照理说拦也拦不住为何栽在爱国者手中成了大问号 鬼景象还发生在俄国占领区 上千台车辆一涌而出 原来俄罗斯突然要求扎波罗热电厂附近的民众紧急撤离 是否担心乌军将在这区大反攻留下想象空间 乌军去年收复赫尔松后 目前仍持续使用M777榴弹炮对不远处的俄军施加压力 只是俄军也加强猛轰导致赫尔松得实施宵禁 居民于尽犹存表示只能尽可能储存食物减少外出 这场战争持续剥夺无国儿童的授教权 赵波罗热近郊有校园建筑尽管大致完好 但学童还是只能远距上课 更多证据显示俄罗斯武器吃紧 卫星画面拍下俄罗斯去年底悄悄解封数十台 1940年至50年代生产的T55老爷坦克车 一次想重新利用送往前线作战 这款坦克三月时现身移动火车上 一名俄国军事部落客影片证实老坦克就在俄乌战场 CN报导俄国T5老坦克早在波安战争时期 就被英美主战坦克打趴 如今似乎因为制裁就效 无奈回收利用 18号这天乌克兰不平静 俄军又对基辅发动无人机攻击 尽管乌军拦截全数的35架 残骸还是造成建筑损伤 同天俄罗斯也对南部港口城 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等地 发射16枚的飞弹 造成食品仓库起火的烧 对于乌军后续反攻是否震撼各界美军退降谨慎观察 毕竟俄军在南部早有防备 主战会在何时何地轰动上演依旧是最高级密 电视新闻综合报导 蓝弹球星林书豪他回到台湾打球之后 每一场比赛的表现都是焦点 最近他接受CNN专访也被大赞是亚裔美国人的超级英雄 因为根据统计有80%以上的亚裔美国人是没有归属感的 但林书豪历尽了种族主义跟刻板印象 仍然乐观面对也积极的投身工艺 林书豪三分线外收取刀落 今天的第三季三分球 连三场搅出大三元表现 球星林书豪展现NBA价值 力拼保住高雄钢铁人争取季后赛的最后生机 钢铁人目前创下最多八连胜记录 而林书豪本人更是频频破记录 林书豪在台卫斯的面前后仰跳投 他今天是不是要拿40分啊 林书豪要强打这一波最后三秒钟 突破了联盟记录 林书豪的好火球之数 黄凯50分追凭联盟单场最高得分 好火球之数丝毫没在客气 个人表现亮眼 单场搅出双十或大三元 已是家常便饭 就连魔兽霍华德都抽空亲自到场 为前队友打气 这样的林书豪再登上CNN访问 你现在在台湾与台湾的业务 你最近在一场比赛的比赛 你喜欢在台湾与台湾与台湾 坦言在台湾球场重新感受到 满场球迷热情正能量 很享受当下 林书豪从加盟钢铁人之后 要再复制十一年前的林来锋了吗 一到台湾就投入训练 融入球队 分享自己的经验和事业 他们一抢到篮板 不管你的人在哪里 你要快点退防 然后你要补位 不管是中场休息时间 还是在场上的暂停时间 他们联防的时候 我们就打很多快攻 不断拟战术 掩人成了球队的军师和定心丸 堪称钢铁人的救世主 在钢铁人的第一场比赛 就先帮球队四连败止血 当时的林书豪这么说 谈到过去几年 林书豪确实陷入一连串的挑战和瓶颈 2019年7月1号 他正式宣布成为自由球员 7月底回台湾的时候 就忍不住泪崩 坦言觉得被NBA放弃了 同一年他转战大陆CBA北京首钢队 尽管一度决定重新追寻NBA梦想 但受到伤势困扰表现不够稳定 再加上在疫情的严格封控 场场零球迷 让林书豪坦言失去热情 对我来说是三四年 可能篮球的热情减少了很多 因为就是很久没有在粉丝的面前打球 没有观众 走过第一潮期 加盟钢铁人是扛下重担 几乎场场打好打满 从连败垫底到有望拼进季后赛 票房话题更是少不了林家兄弟对决 一举一动都是焦点 重回媒体目光 林书豪则在自己的IG版面说 其他球员也打得很好 介绍自家和其他联盟内球员的好表现 林书豪分享光环 也说如果再重来一遍 他会和十几年前的自己说 享受当下 尽管有消息传出 林书豪的好表现再吸引对岸老东家招手 未来还说不定 但是现阶段的林书豪在PLG大显身手 也再度唤起球迷热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